原标题,头顶麻将说的1238N反潜机,俄罗斯温和要将飞机造得如此奇怪? 目前,每个世界海军强国都有一款先进的大型固定一版潜机,美国有P-3C-P-8,英霸德游大西洋,俄罗斯有1238N,中国有高线6号。 其中,俄罗斯的纳红兜度,和一个麻将桌很任性。 该机脑门上安装一部电子战支援系统,很像是一个中国麻将台,俄罗斯为何要将飞机造得如此奇怪? 2012年俄海军与一柳新设计局签订五架新一代的1238N反潜机合同,初为2015年俄海军航空兵站如科夫斯基式飞跃,接收最新改进行1238N兴反潜机,机身编号78,是根据2012年合同完成的第五架改装升级81238N反潜机。 那个外形奇怪的麻将桌,是NV-9电子支援测量系统的天线,这套系统采用被动测量的探测体质,无线电传感器还着安装在台阁四边,能够对水面舰艇和潜艇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进行侦查,预警,探测和测距,也能够为反舰导弹装定目标指示猪元。 这个设备,西方和中国的舰艇和巡逻机上面都有,只不过西方和我们的电子技术比较好,系统的尺寸没这么夸张,俄国人不小心做的外形比较大。 雷达电子支援测量系统,英文缩写为ESM,别看错了,不是中国邮政的EMS特快专递,是ESM,英文全称是ALACTRODNICWAR,FOREST SUPPORT MEASURE。 是一种被动无线电信号侦测系统,通过对雷达和无线电辐射信号的解惑来为战机或战舰的作战指挥人员,提供目标的电磁环境信息。 现代化的导弹火控系统,不需要主动雷达探测,即凭借ESM获取的目标信号,就能够发起导弹攻击。 1238海豚是苏联时期的一款海上石楼机,也是一款短前机,是以1238涡轮螺旋桨运输机为基础,进行后续研发的一款新式机型。 最早飞行时间是,1961年9月28日,在1967年,正式在苏联海军中服役。 1238游四台I-20M波轮四叶螺旋桨发动机驱动,每一台发动机的输出过率,足有4190S-HP,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1238出口到印度。 苏联解体后,1238在独联体国家中多月服役。 1238N的技术基础,来自2002年俄为印度升级的1238S-D。 1238S-D将赴印度数年后,俄军开始列装自由。 印度海军的岸基航空返潜力量比较强大,在印度洋上没有对手,比中国海军的岸基航空返潜力量那可怜的几架运发返潜机强大得多。 印度装备的大型返潜机有三星,屠负142,屠负95战略轰炸机的返潜型,额质1238S-D海龙,美质P-8A海神。 其中,美质P-8A海神是最先接收的装备,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不凡前机,1238N相比于前一代1238,性能更为强大,主要是能够执行1238所不能做到的电子情报获取ELINT任务。 此外,1238N还能够汇聚海洋磁场分布,联合用于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当然,1238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海面上和海洋水底的侦查任务。 除了侦查任务外,在作战能力上,1238N配备OBAL船感器原件, 具备对水下和水面目标的作战能力。 具体地,1238N的新长感器,包括多普段雷达,高分辨率热成像系统,磁场异常检测系统,电光检测系统,包括激光,微波和红外线等通道,重力异常探测器和其他监测设备。 据悉,1238N的机在雷达的最大态测范围,足足有320公里。 根据俄罗斯海军方面的公开声明,目前大多数1238已经升级为1238N,或者成为1238S-D。 早在2012年3月份,第一架升级改造后的1238N,就已经在俄罗斯海军的北方舰队投入使用,不止俄罗斯自己的军队,印度方面也已经完成了大多数的1238的升级。 完成了这个编程! 不要打停咱担步,关门收机的军队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